大雨過後 阿里山清晨6點多 依舊下著小雨 攝影達人根據經驗衝到慈雲寺內 果然發現綠峰紅毯美景 搭配廟內古色古香特色建築 更顯得濕情懷疑 雨水打落滿山風紅 一望無際楓葉交織成絕美紅葉地毯 但要排出美景可不容易 全數紅葉只有維持7到10天 還得夜間大雨打落 最後清晨7點工作人員清掃錢 才能排射到條件嚴苛 阿里山雨天先滴美景 還有對高越車站 紅葉地毯蓋過鐵軌綿延十幾公尺 但阿里山風機已經進入尾聲 民眾動作可要快 如果趕不及還可以去南投信箱 山坡上一朵朵梅花綻放雪白一片 超夢幻目前已經開亮成 下星期預計達到六成 梅花季就能正式開跑 除了梅花新一鄉還有櫻花 壯觀雲海如同海波浪 圍繞上千顆櫻花 紫紅色花朵零星綻放 明明遠月中才會開的櫻花 因為前陣子低溫又回暖 提前一個月展開 因為這幾月速度很快 由於入冬氣溫低 預計明年花礦應該還不錯 市民吸引民眾旅遊朝聖 難得的白雲紅花美景 記者紅國文曾偉強王書宏 嘉義南投報導